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林峰味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龙虾意面 加拿大的龙虾,个儿大,饱满,肉紧实,味道鲜甜 据说,这儿的龙虾是吃大西洋雪鱼为食而长大的 这个季节一只成熟的龙虾,那基本上就是最上好的食材了 你通常可以看到鲜红而紧致的虾籽,非常的鲜美 今天这道意面看起来有点小奢华,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料理小白,也能轻松地做起来毫无压力 现在我们从开始准备一点简单的原材料开始 这是我再切一点姜末,然后拍一点蒜末 这两样搁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去除海鲜的腥味 这是半头洋葱,还有两颗小芹菜,切成小粒备用 这款香肠是我在Costco买的 它有点烟熏的味道,很好的口感 所以我们只把它用来一小点就可以 我用了半根 其他的几样原材料也非常简单,备好就可以了 这是我蒸好的龙虾,从后背把它剪开 泼出来一个完整的虾仁放在盘子里备用 你现在看到的大钳子太硬了 所以我们把它敲碎,取出里面的虾肉备用 虾壳可别丢了,放进烤盘,烤了半个小时 焦香酥脆,这时候我们把它窜进一个倒点油的热锅里 这就是一个很鲜美的一锅虾汤 就是记得倒的水一定要是开水 在开水之前把姜末蒜末放进去把它炒香 这样的汤,我炖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看,一个小时以后,虾油都炖出来了 很鲜美的汤 我们把虾壳扔掉,把虾汤逼出来 看,很鲜美 开始炒酱之前,用另一个锅先煮上面 这边把黄油放进锅里,依次倒入我们准备好的香肠,葱头,以及西芹 把它们炒香 有了锅气以后,把刚才从螃蟹腿倒出来的那些碎肉搁到进去 一下子锅里就很鲜香了 然后倒入准备好的益酱,还有刚才我们逼出来的鲜虾汤 这时候汤在锅里进行的炖煮 我们把刚才那个虾仁给它切匀 一会儿要摆盘用 还有虾子,一片片小心地切 通常这个季节的龙虾虾子都很饱满 感觉有点像吃螃蟹的黄一样,很过瘾 大概煮了十几分钟 看锅里的汤已经很浓稠了 把刚才煮好的意面放进锅里 我们可以准备出锅了 因为酱里已经有了各种调味滋味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任何调料 只是把汤汁收稠了之后就可以装盘 很容易 把我们刚才切好的龙虾再摆上就更漂亮了 赶紧趁热尝尝呗 真是鲜香无比 如果这时候有杯香槟就更有滋有味了 如果您喜欢,赶紧试试 一点都不难哦 今天的龙虾一面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